首顧藍色國土 巡衣八方海疆 首顧藍色國土 巡衣八方海疆 是我們海巡弟兄姊妹的每一天的日常 我們有優秀的海巡人員 當然也要有精良的裝備 才能夠相輔相成 讓保家衛國的力量更加堅持 從我上任以來 就開始積極推動國艦國照 全力支持我們籌建海巡艦艇的發展計畫 打造更新 更快速的海巡艦艇 讓海巡弟兄姊妹執勤的時候 能夠更加安全 再次由台船公司所承造的 4,000噸級海巡艦 我們將要把它命名為嘉義艦 希望這艘船 能夠和海巡弟兄姊妹一起守護好 臺灣的海岸線 今天下水的嘉義艦 也開創了兩個新的里程碑 第一 這艘4,000噸級的巡防艦 不僅是和傳奇級巡防艦的設計廠商 進行國際合作的成功案例 也是現役及艦造中海巡艦中最大型的船隻 可說是為海巡帶來更堅強的力量 第二 嘉義艦除了具有平站轉換的功能 艦艇上也有手術室 以及負壓隔離病房等醫療功能的艙艦 也能為臺灣海上醫療救護能量寫下嶄新的一頁 我相信 未來有我們嘉義艦的投入 一定能讓我們海巡弟兄姊妹如虎添翼 在執行茶器走私 巡逸海疆 或者是協助救援的任務上 更能夠順利安全 最後我要藉這個機會 再次向我們辛苦的海巡同仁表達謝意 感謝大家不分昼夜 堅守崗位 讓國人可以安心生活 我也要請免海委會跟海巡署 要持續努力 緊密的和民間合作 讓所有的建案都能夠如期如指的完成 為守護國家再填力量 謝謝 謝謝大家